字幕提供 據菲律賓官員說熱帶風暴長眉造成的死亡人數已經上升到53天 在菲律賓中部和南部風暴引發滑波和洪水 在星期二的死亡人數最多 長眉星期二離開菲律賓南部的綿蘭路島 一日前當地公路和橋樑因為暴雨而關閉 災區發生大規模山體滑波,房屋和汽車被石塊和泥土染沒 當地很多居民和當局趕不及作出反應 有關官員說幾十棟房屋被摧毀 很多災區還未從去年的超級颱風海燕當中恢復過來 海燕是侵襲菲律賓的最強颱風 海燕造成超過7300人死亡 登陸風力之強創下紀錄 在海燕災害過去一年後 成千上萬居民至今仍然住在帳篷內 近年來菲律賓屢次受到異常猛烈的颱風襲擊 包括2012年的颱風補下 那場颱風造成1900人死亡或失蹤 星期五 高尾 八 零 八 零 八 零 閉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